好,各位好,今天呢,我們要來解決的這個問題,是一個網友問,說 他問說,ImageJ是不是可以協助圖片平均切割成4等份,然後要計算每一等份二元化圖片的黑色面積 針對這個問題,我分兩個部分來講,一個是平均分割4等份,另外一個是要計算這個二元化圖片的黑色面積 基本上我可以這樣做,我希望可以先做二元化,就是二元化先做出來,然後呢,我再切4等份 4等份之後,我再分別計算每一等份,所以我會把這個問題分成三個部分來做 好,那第一個就是我先二元化圖片黑色面積,這要怎麼做 比方說我們先對這個圖片做二元化,那什麼叫二元化,就是我希望我的圖片當中只會留下黑跟白兩種 好,那就它的灰階值來講,也就是說只留下255,白色跟0,那個黑色 那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會這樣做,像這彩色圖片,我會先把它,我想要做成 就是二元化我的目標要用哪些像素可以跳出來,可以被我選到 所以我會用這個Image的Adjust,然後它有一個Color Threshold,按下去之後 現在它選的這個,就是我們利用這三個,這叫什麼呢 滑動的這個,選這個東西,拖動條,滑動條,去控制我們想要的部分 那這個是它的HSB,三種,像這個是飽和度,然後這個是亮度 我們調整這三個部分,去確定我們要的是哪裡 那比方說,這些就是我們要的了,好,假設我們確定了,確定好之後 那現在這紅色部分,它只是蓋上一個選取區而已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些已經被設定好,預值的這些選取區 變成二元化的圖片,在這裡 怎麼變,在Process的這個Binary,有一個Mac Binary 所以我現在就已經切好了,那現在黑色的部分,它面積我們怎麼計算 如果我們不做那個四等分子計算 我們直接想要計算這些黑色的部分 那我們計算方式就會是,直接用Analyze,這個Analyze Particle 那這裡頭預設子,我就不管它了,那我就 只秀這個Display Result,看結果 它現在就跑出結果,它現在這些區塊,因為它是有分散的 那這些區塊的面積,合計有多少,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讓它再跑一次,我再做一次 我這邊,讓它有個Summarize 那要OK,好,所以它把這邊所有的,一共有133個區塊 總計的面積,面積的話是這個,Total Area,32624,平均 32624的平方像素,單位在這邊,像素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算所有的區塊 如果我今天想要算的是個別區塊,就我們剛剛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會了,對不對 那如果要平均切割四等分,那我打算這樣,切割成四等分之後 我們再來算一下,平均每一等分 就是每一等分會有多少面積 就這個東西,我們要切成四等分怎麼做 那麼,我們可以這樣,隨便先框一個,大約就好了 框好之後呢,我們在這個Analyze,有個Tools 這邊有一個ROI Manager 點下去之後,它這東西的用處就可以幫我們把選取區 框起來之後,存起來,然後我們可以對選取區做一些變更 比方說我們現在框了一個,我們就按這個add 增加,增加之後我們去修改這個選取區 在這個有個more,點下去 在這個supcify,點下去 所以我們就可以改一下它這邊的寬度,高度 還有它們的位置 那這,既然要四等分,我們就知道大概這樣切一半 那這左上角有它們的長度跟寬度 所以我大概知道它的寬度就是 這個全部寬度是320 它一半寬度就是160 所以我這邊設160 高度呢,我就設100 為什麼,因為這邊是200 200除以2就100 再來它們的x座標,是用左上角這個地方來算 這個黃色框框左上角,我都設0 好,設好之後,它就框好在這裡 按下ok 那 我這邊有兩個齁,你知道為什麼有兩個齁 有一個不是真的齁 哪一個不是,我看一下讓我檢查一下齁 這個是對的 這個不是齁,第一個不是齁 所以我第一個先可以把它刪掉 好,以此類推,我這個是正確的齁 我就一樣,再裝一個 然後做同樣的動作齁 我這邊 第二個,我去修改它的 基本資料齁,那剛剛都知道 我就不細講,我就直接改齁 直接來改這一個 X軸 我們要右下角 右下角是160 100 好,那 唯一多的大概就是這一個齁 這一個我們就把它 Delay 掉 好,所以我們現在齁 我們看到四塊 我們已經做到 這個,我們先平均切各四整份了 那現在我們就是四整份都把它 把它切開來變成 四個 嗯,四張圖 四張圖分別來計算齁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做齁 嗯,如果我們單獨切一張圖 我們可以這樣子齁 我們,咦,我沒有試過四個都切 我來試一下齁 Image 然後這裡有個 Duplicate 欸 恐怕是不行 我看一下 好,這個不行 重來一次齁 我現在 不要選 show all 我就選 有先選第一塊 第一塊我就來複製一下齁 就是 Duplicate 按下去 那我這個就第一塊齁 有沒有 這就第一塊了 以此類推 那我已經知道快速鍵了 Ctrl Shift 加 D 好 選好第二塊 先選他齁 第二塊 Ctrl Shift 比較低 好 這是二 下面這裡 好 再來第三塊 先選他 再選第三塊 先選他 選第四塊 好 選好了對不對 選好之後 接下來就個別去處理它們了齁 那麼 現在 我們先選好這一塊 那接下來就是 直接 Analyze Particle 好 那麼 呃 這個result 就看你要不要clear 就是這個 舊的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 我們就把它 這個刪掉 summarize 好可以 這個都有 這個 這兩個不要好了 好我建議只要結果 只要知道結果就可以 就知道這個summary OK 好 這是一 然後 Analyze Particle 再第二個 二 Analyze Particle 沒選到 第三個 Analyze Particle 三 第四塊 Analyze Particle 好 所以我這樣做出來 我們看一下 所以這 四塊 這四塊的Count 可能加起來不一定是一樣 因為它被切割開來 但是它的Total Area 我們其實可以 去看一下 這四個加起來 我看一下它好像有個功能 它可以去 去 summarize 它 好 所以我們這四個加起來 我們看一下它有沒有合計 嗯 沒有 我以為它會有 好不管啦 反正呢 這個Total Area再加起來 還有1加5 6 6再加上這邊 8 那就是4嘛 所以這四個加起來 你應該會得到一樣的 所以這就是 符合咱們 在這邊 二元化圖片 我們 一開始 它想要的就是要平均切割四等份 去計算 每等份的二元化圖片 黑色面積 啊就是 這個 黑色面積 就是這邊部分 以上 就是 網友提問 我今天正好看到 就來回答一下 雖然這個提問已經是兩個月前問的了 拜拜